小品哈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场合不合适 因为这是喝咖啡的地方 那个小品都是吃大蒜的人演的 在上海这个地方 是适合脱口秀 所以我呢是没有接到邀请 硬闯进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崇拜周立波 我看他的书长大了 哦 这样 翠哥 你呢 可以调侃我 但你不能调戏 我去 我去 你不是说从小看 是 代表作两部嘛 是吧 一个是暴风骤雨 一个是山香巨变 还有个分吧 我是后来来了以后 到我还说呀 周老先生身体那么好 又结婚了啊 来了以后一看是这个周立波 这个周立波也了不得 他一年一个人创造的产值 就是一亿五千万 我听说利润也是一亿五千万 这过了 这过了 笑的都是企业家 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中国这么大 这样的周立波五十年出一个 是不是 那个 秋雨老师 他本来说一百年 他本来说一百年 他来了吗 他没来 没来 他胡说 来了就他说的对 说的 呃 其实 呃 平时我们大家爱是个小崔 但是呢 我说不出口 我看他会叫永元哥哥 或者叫崔哥 我也特崇拜他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 迄今为止啊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种微笑 是波波无法解读的 一个是孟娜丽莎的微笑 一个是崔永元的微笑 我告诉你 网上已经有消息了 孟娜丽莎的微笑 已经被解读出来了 他眼睛里有两个字母